最新消息在新北市的板桥区文化路一段 板桥国小的前方 凌晨现场正在施工 有一名大约是70多岁的机车骑士 因为赶着要去上班 骑机车闯越围离 结果机车就掉进了施工的坑洞当中 而机车骑士表示 当时骑机车赶着要去上班 看到前方施工 对象的车又很多 他就直接从旁边骑车过去了 没有注意到前方有深大约15公分的长方形坑洞 整辆机车就这样栽了进去 嘴巴还因此撞破流血 索性只有受到轻伤